中文中文字幕志愿者, 舅舅你这事是吧 我儿子还年轻 你就救救他吧 年轻怎么样 你也成这个配偶讨在这 跟死了有什么趣 抢气管把他断了 张宁 你来着来 赶紧给我滚出去 丁老头 当初你找我爸进监狱的时候 我就说 一定让你放弃代价 咱咱你看 我都能收拾 你儿子就听传话 成迷是无人 昨天 为了你儿子卖了房子 这样的家事 是我来找你个钱吧 你什么关系啊 对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 如果你愿意 这点相对回头的话 我可以考虑 帮你和亲密院的账 你说的是真的 是不是有你 好 我跪 哈哈哈哈 嘉宾你别看怎么犯了 来 你起来 你起来 别给这种人杀柜 还能别 借给咱们钱 就算我跪住到这 也认了 他这只小人 怎么可能救叶诚 说对啊 我巴不得叶诚死了 我怎么会救他呀 你 爸 爸 我 能够你儿卸馅如烟 考虑陪我 三十万 一分不少 怎么样 喝一杯 爸 您别选择了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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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院 你不能去啊 江兵 我叫你狗命 叶诚 你的父亲满身奥 现在就为了你给人下跪 你的妻子 女节中生 现在就为了你 叶诚 你就是个废物 既然知道自己是废物 那还等着干嘛 还不快醒来 谁在说话 世人都已忘记我的名字 只知尊称我对南帝 或者 伊登大师 大师 大师 可不可以帮我解开这个牢笼 放我出去 我必须醒过来去救我的妻子 帮你 可以 我可以许你天舞之能 让你一无无双 但是 你会以控制生命为代的 你可享草膜 的寿命 叶诚 你哪别给我 你女人眼睛就这么好睡啊 这种废物 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一年吧 哦 啊 女主 你已经醒了 爸爸 爸爸 爸 兒子不孝 讓您孝苦了 你真的孝 如煙 快去救如煙 你們放心 我真有許願如煙救人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能 你 你 你 然而我坚持人间欺骗 我这已经到了钱呢 钱我可以 不过 见你十四台卖堂 最终其就给你 刚才在此 跟着其他 小终于 我就共同办 当时如果那么多人追你 也都不选 还对我不屑一顾 现在呢 除了又招惑一个废人 还要顶住多流言飞语 后悔了 我后不会有跟人家有关系 京少海 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 钱 只要你把老子走 舒服 别说三十万就是三百万 老子也给你 你 你 你先把钱给我 在老子里边 还没人敢这么说话 放开我 放开我 啊 放开我 眼神 今天你以为我睡醒了 眼神 眼神救我 谁 谁 谁 啊 真的醒了 今天谁来的 我的女人 谁也不能欺负 啊 眼神 你欺我欺 如我 打你 要抓你 到了 别再打了 再打一句就出智了 我 啥子都难交心头之汗 叶承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好不容易醒过来 难道有让我给你做老板吗 初恋 最近也让你受苦了 你真的知道这三年要受了多少苦吗 叶承 你永远都是这么人心做事 走来不考虑好苦 你又是初恋什么事的 我和女儿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怎么不打了 今天你要是不弄死我 该是 我一定弄死你 弄死你不起 弄死那个小贱轴哎 嘿嘿 严调 你真的敢打下去 我都跟你离婚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要跟你离婚 我受够了这种极心吊胆的生活 你去追你的快意恩仇 我和西西 是像有个平静的生活 我答应你 你离婚 但是这个人 你自己定掉死的 对不起如愿 请原谅我的子嗣 生命 生命只剩下因素 不得已才这么推荐 对此我告别好 我为了 即日过 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帮你解决干净 不得已不得已 顾手 别吵 你敢伤我 拉站了 同之逆临 先不该万不该 都该欺负我的家人 别吵 别干 我儿子何必 就算他拿你贴子去 像你这种下贱之人 也得给我回想共产 好啊 既然说 那你们将军就绝后吧 给我杀了他 你是何人 也敢管我们江家之事 我姓唐来自水中唐门 原来是唐家大小 我们江家与你们唐家 素无来往 不是金水来 我是 我来找他 你就是叶晨 在床上躺了三年 突然苏醒了植物人 是 告诉我 你的病是怎么治的 什么意思 普通人在床上躺三年 少不了要下肢萎缩 肌肉无力 而你刚刚苏醒 就能剑步如飞 还能把江家少爷打成残废 要说没有神医救治 鬼都不行 你也有什么关系 我爷爷也得了 肌无印象动症 告诉我 你是怎么痊愈的 我唐家不收拳 谢谢不需要 这点下边谢谢 是留不住 就算你不考虑自己 也总要考虑你的父亲 妻子和孩子吧 我只能一点生 给绑家人意识 却保不住他们无事 他们得到他们的朋友 余生定了 怎么样 现在可以说了吧 好 我不瞒你 我们叶家组上便是钥匙 你爷爷的病我能治 好 你跟我走一趟 慢着 庞小姐 今日不给我一个交代吗 若是今日 能将叶成交给我 将改日 必定当门拜谢 将天药 叶成是我爷爷要找 你们江家 要与唐文为难吗 我们走 新叶的 我们有言在先 若是你能治好我爷爷的病 我们唐家 一定奉你为做上病 可若是你敢骗我 我敢保证 你的下场绝对比得罪江家 还要凄惨十倍 放心 只要你爷爷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能治 苍枪柔 你现在是越来越大胆了 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 这小子还多大呀 毛长齐了吗 比你的齐 什么 唐妖 这是我给爷爷请来的衣服 要尊重一点 谁知道你从哪儿抢来的江湖片 我可警告你 爷爷的身体经不起这道 唐妖 你给我让开 我不让 这小子一看就不行 他哪儿凉快哪儿栽着吃 爷爷的病呢 我已经请好了神医了 就不用你瞎操心了 行不行 那得试试看才知道 没准 你请 才是江湖片子 小子 你哪儿冒出来了 在唐家 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是因为你肾虚嘛 所以大家才让着你 你说什么 你信不信 我撕了你的嘴 你双目肿痴 脸色发白 气短吸醋 这明显就是长期纵欲导致的肾虚 肾不行 就赶快去看看 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 你赛反乱讲 你信不信 你老子杀了你 吵什么吵 爷爷 我找到爷先生了 他说能治好你的病 爷爷爷 您可千万别相信啊 这小子 绝对就来招摇撞骗的 您的病啊 我已经请了 国医胜手 赛华多先生 他马上就到 现在的医生可真是前不知识啊 医术不怎么样 这名号倒是一个比一个华中取宠 笑话 是华中取宠 还是实实在在 无知小子 你爸没有资格平胖 先生 您可算来了 唐大小姐 这就是你请来的神医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也能称得上神医 有些人虽然毛长齐了 但是这眼睛和医术 却不怎么样了 我将最烈 老爷子 上次一别 别来无恙 哎呀 还是老样子 下面没有力气 不要紧 老夫这次专门 为你带来的一瓶心咬 帮助你 补血回气 再加上 我的针灸 秘术 相信 一定会有奇效 那就多老孙先生了 爷爷 没关系 让他先试试看 老爷子 再起来试试 原来起来了 没想到我长天 天天站起来了 爷爷 说你是匈医 你还真是笨 是什么 唐老爷子根本就不是贱毒 而是中毒 放逼 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 我爷爷怎么可能中毒呢 爷 这小子 我给你宰了 好呀 能不能听他把话说完 叶成 你说我爷爷中毒了 中的是什么毒 能不能解 卢素已经侵入金脉 无药可 不过 虽然无药可解 但是我可以替唐老爷子输出金脉 再服役中药去除 虽然无法保证唐老爷子 呼吸巅峰状态 但至少你可以行动自如 而且至少多活三十年时间 当着 当着个屁 爷爷 您别听这个小子胡说八道啊 他一定是成天荣起来的骗子 住手 叶成 你只要能震了老夫的腿 叫老夫的命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说 只要是我 很假的能力 那样我一定做到 不急 我先替你一致再说 这就是 我怎么知道 你让你摸 爷爷 爷爷 你敢害我爷爷 我要你尝命 爷爷 你敢害我爷爷 我要你尝命 尝听着 我都说这小子不够 现在爷爷出事了 和这小子都脱不了干系 急什么 我只不过是把老爷子体内的淤血逼出来而已 他已经好了 没敢独立了 没敢狡辩 你弄死那种 叶先生 清风了 十一多年查明了 现在感觉到 神经气风的 我这都 清风了好多 爷爷 您可千万别相信这小子 他肯定又有什么腰 说不定有什么副作用 说不定明天进去 张燕子放弃 再要是诋毁叶先生 就拉到你的腿 不是不是 叶先生 你啊 救命之恩 当你有权相报 你年轻轻轻的 正不了得的音数 我实在是配付了无体徒弟 你有什么要求 有尽管批词 你唐家绝不失言 不管什么要求 只要我们唐家能够做到 就一定全力满足 好 我只有一个要求 说 就是付我妻女家人安全 你结婚了 虽然结婚了 但也离婚了 这就好了 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听说啊 你立刻派人去 保护叶神月的家属 以后叶神月 就是我们唐家的坐上币 从哪儿到 天哪 老爷子的病 离婚了 不会 早点下这门 他什么事都没有 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找两个人 把那小子给我盯紧了 看他破坏本少的机会 本少要让他付出代价 没想到 你婚睡三年 刚刚苏醒 您就离婚了 是啊 真开心 我跟老婆 这个女子 你真是个混蛋 一个彻途彻尾的混蛋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反正我也终于摆脱你了 但有个事情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好 我不想欣欣没有爸爸 总之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喂 小月 你的宝贝女儿在我手里 时尚的花生夜长 晚一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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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月别着急 我这就去救他 不 不 不 拜託我 四弟別跑 爸爸馬上來救你 別動 姊姨 你不是衝我來 別動我女兒 別說 你 我年輕你給我搶女人 如今又把我還是這樣 那你想幹嘛 我想讓你 別說你不是想救你女兒嗎 很簡單 從那個地方跪過來 是不是只要我跪過去 就可以放過我女兒 你有資格跟我談嗎 嗯 現在我去上了 不跪 有 真是不愛如山啊 看奪得我都快要哭了 你爸爸沒事 不要你沒事 我 滚 叶成 你不是很狂吗 你想想狗 你想 你挺狂的 可以了吗 我说不可以 这断了老子命根 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 下药如烟这个婊子老子是玩不了了 不过 我可以让我的兄弟 一个一个玩 你还记得爸爸教你的第一手堂是吧 记得 来再给爸爸背一遍好不好 什么东西的 什么东西的 风 十天高 元孝哀 朱青 沙白 鸟飞 回 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不静长江 逢走来 外一杯秋 好作客 来 桌面不增海 先离苦恨 来装病 聊到 自己 去 就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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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抓了我 我女儿为什么还想让我招了你 我给都是的 在那些人就知道了你 嗯 相云 不是我 九千岁 你九千岁下了你夜家 他 徐玉 小七歲 這這這不夠 你都不夠他的 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情 希希 媽媽 希希你沒事吧 啊我看看 希希你沒事 都怪你 我明明跟你說過不要招惹江家 跟你呢 未成一時至快給希希帶來這麼大的解答 不願 對不起 對不起有什麼用 我希希出了什麼事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算了 我們已經離婚了 以後你想怎麼樣 就怎麼樣 也成 如果你心裡還有一點我們母女的位置 記掛著我們的安全 我求求你 別再惹紅了 對不起 我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 但我會用我剩下的時間 給你們最好的生活 畢兒 我的畢兒 你沒有的東西 這麼多人 連我兒子都保不住 我要你們有何用 別嚇 你總是在太厲害了 廢物 你也全都廢物 現在傳令下去 召集所有人 一玩兒報仇 殺涅程 江天耀 自不為人 你怎麼了 畢兒 我剛剛收到消息 你把江兵給殺了 咎由自取 殺了又如何 知不知道 江天耀已經召集了大批殺手 要殺你報仇啊 既然敢殺 就不怕他江家報了 今天就送他江天耀的 敢殺 口氣啊 是誰盯的東西 在這裡吧 你是什麼東西 性感在本小姐面前大呼小叫 小丫頭 小丫頭 不想死 你當我是被嚇大的 我可是唐家的大小姐 哎呦 原是鼠中唐家的大小姐 性灰性灰 你知道我是誰嗎 誰 西北玄泉一朵雲 烏鴉落這個鳳王爵 你們是做山雕的人 沒錯 害怕 害怕還有管賬 你們不在東北的深山老林裡 好好待著來我龍城做什麼 那這個問題 就不會你旁邊的這位兄弟的好嗎 話說真的 我們做山雕的人 來到立地 要感謝他 感謝我 我跟你們認識嗎 你的確不認識我吧 但是 你殺了江家的大少爺 這不白白的給我們送一發大禮嗎 我明白了 你們就是江天耀重金請來的殺手 沒錯 我們正在琢磨 夜城這個 明不久轉的無名小子 我們去哪裡找 沒想到 我今天運氣這麼好 在這個攤位上 遇見了你啊 運氣還是會起 現在可說不定了 我好奇啊 江天耀為了殺我 給了你們多少錢 不多 五百萬 沒想到啊 我夜城昏睡三年 這才剛剛蘇醒 人頭就值這麼多錢 不然是 就怕你們有命啊 沒命活 去你媽的 毛子給你臉了什麼 孫子吧 沒想到啊 我夜城昏睡三年 這才剛剛蘇醒 人頭就值這麼多錢 不然是 就怕你們有命啊 沒命活 去你媽的 毛子給你臉了什麼 兄弟們我幹什麼 小心 夜城後面 你這個小人居然敢對女人弄手 夜城 夜城你不能殺了我 你要是殺了我 做事就不會送回你的 可惜為玄天 拒離龍城 指牽 還威脅 今日不殺 就是為了讓你去告訴江田耀 我鼓喜甘情 這心肌 不是夜城啊 夜城 你真的要去江家葬禮鬧事嗎 江田耀如此 被這心肌小殺 怎可能認識他 江田耀 倒是不作為情 可是江家背後 卻宣問那位號稱龍城警 牽涉的地下皇帝 聽說 他也不派人去講的 天啊 我 聽著 什麼 什麼就是 這很久你怎麼撞出來 你非 你非得非 我面前的小姐 從來這個地方 就連做三六的地方 你還沒說一句話 因為我還沒說 他幹了 我不是想 高天所有人的啥事 如果白天 只要他夜城 趕出現在葬 你不是輩子嗎 江总 令郎一个年早逝 实在是问题啊 还要节哀水面 谢谢 他们门主能清理 真是有心了 毕竟 当日若不是唐小姐的意思 我江某早就将叶城随时我断 我儿不会死啊 爷爷 江总 那天叶城市轻柔请来 替老夫制定 如果有冒犯的地方 还请江总收拾 不敢 他们门主身份尊贵 我们江家门口低 哪敢记住啊 江天叶 我们唐门 好歹是豪门大的 我跟爷爷主都来为你儿子调的 你不欢迎就算了 阴阳怪奇可是看 江总 就是这样的代客知道吗 江家的代客知道 只有江家的道路 对人说人话 对狗自然说狗话 且揉你一个唐门的丫头 我说三道士 哪来死胖子 你喝什么东西 区区一个唐门 别人害怕 我黑一样可不怕 咋的呀 我们是作三雕的 让你们唐门不说太久了 老夫唐门家主唐天秦 九恩乃越火头邦 和东北威虎山的大地方 唐千亭这种人的 我倒听过 今日一见 说过如此 胖子你说什么 难道说错了吗 你教书有任务 规矩的臭丫头 足以证明 唐门没有家规 也足以证明 唐千亭 不过如此 江总 听说杀江少爷的 这个小子 您是要来到藏族找娃 人来了吗 在哪里 还没有 不过 我已经布下天鹅地 只要他敢来 我就让他 有去无回 天生这个罗兵小子 假如知道今天有这种事 不怕 他早就被伤了 最不要了 他怎么看来 江天药 你不是要来找我报仇 我叶成 来了 江天药 你不是要来找我报仇吗 我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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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天药 你不用心急 我今天来 我特意给你送你来了 送 你给我送一个棺材 不需要 别吵 还是留给你自己 不 你一定需要 因为这 是给你准备 你一定需要 你一定需要 我叶成 叶成 你秀到猖狂 今天斧头帮帮助在此 我们一起联手 必须让你死无事 你就是斧头帮帮 正是 一个是东北匈名赫赫的做山雕 一个是南越叱咤 可惜了 今天谁来都没用 有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在场的各位 都是垃圾 你们来一个 我杀一个 来一群 杀一群 小子 可以这样跟我说话 你死定了 好了 快走 无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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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救我 快走 来者何人抱上兵来 来者何人抱上兵来 不 莫言 你就是九千岁派来的杀手 不认识 但我早晚会找上他 杀 放 莫老是修行鼓舞的高手 实力生不可责 你打不过他的 快走 闭嘴 康天行 请你管好 在脖子 教天要 建议带回快教 今天要 什么 若是放在从前 二 如今莫老在死 你们唐家算个屁 什么 唐小姐 请你搞清楚 这是我们江家的能力 那唐家 请我今天来调杀 好来找个 我为你们唐家 请我 陈柔 微信 月朝 精心不绝 强了这么多包心 就是 啥 你还是 坐手就起 不然 明年的今日 就是 你的 想让我住手做起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全不是老头小子 我 要杀几千岁 你全活 给我 把他留下 什么狗屁杀杀 不过是一帮土鸡娃狗吧 上载 到临头了还嘴硬 我老 杀了他 是 我 这就是你们说的古墓高耍 这么 看来你们这个地下组织也不怎么样 你成 杀我的人 九千岁 来听战功吗 九千岁 我正要找他呢 九千岁 知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 不知道 不许我把你杀了我就知道 我 警戒九千岁 废了你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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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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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 不能杀老木 我看看这是谁 啊 夜城 趕緊放了老沐 忽然我殺了你老爸 天佳 我們這個卑鄙小人 可放了我吧 夜城 不要管我 你先送開老沐 啊 先放了我吧 啊 我們一起放 你們進來吧 你們進來吧 看你要刺一個真人洗了自己的眼睛 這什麼滋味吧 現在知道我給我兒子送兵的心情了吧 我也讓他嘗嘗 夜城 你 你沒事吧 楊小姐 請聽我照顧好我吧 江天妖 殺我父親 叫你們死 江天妖 你們殺我父親 我要你們死 到底是誰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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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沒錯 夜城來討債 還不婚睡三年 一起收入激離子散 接著 我們 就你們百倍成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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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知道啊 之前是我們江家有錯在線 你 你就找了我 啊 現在才道歉 晚了 動我家人去 死 夜城小弟啊 沒想到你醫術精彩 就連武功 也是這麼出类拔去啊 謝謝 不過你要小心啊 九千歲 我來找你問罪的 讓他來好了 即便他不來 我也會去找他報仇 方若能用得著我們唐家的地方夜城小朋友啊 儘管吩咐 你永遠都是我們唐家的做上賓 多謝唐家主后愛 爸爸 欣欣 你怎麼一個人來了 媽媽呢 媽媽被壞阿姨帶到頭弄酒店了 壞阿姨 哪個壞阿姨 唐家是阿姨 不好 如燕有危險 如燕啊 這個角色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為你爭取到的 來 我們乾了這一杯 你可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望啊 曾導 我已經喝多了 不能讓 夏小姐 這是看不清我啊 如燕 曾導可是行業裡有名的大導演 多少人想找他走後門就不不滿路 你就不要為你曾導的好意啊 對對對 如燕小姐啊 我給你安排了這個角色 只要你好好演 相信你一定可以一炮而紅啊 對呀 老演說的沒錯 你要是小紅這杯酒你一定得喝 來 為了我們如燕的一炮而紅 來乾了這一杯 曾導我也喝多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如燕 就馬上你包過來 哎 哎 哎 我給你 你喝醉了 我扶你去旁邊那裡休息一下 沒事的 躺下啊 你幹什麼 下小姐 我可想你想的太久了 今天你要從我 在這我報警了 報警 你等我爽完了拍了照 我看你還敢不敢報警 你怎麼進來的 快出去 你還好嗎 你這個小獸 你這個小獸 做甚麼 夜城 你真的醒了 你在做什麼 他 他想強迫如燕小姐 這個人尾隨如燕小姐 胡夢不鬼 我上去跟他理論 他還想打人 人 放屁 這日明明是你 曾董的人品我們都清楚 如果是曾董我們都在喝西北風 我相信曾董一定會這樣做事 是啊 倒是這小子穿的破破爛爛 一看就很可惜 各位他就是夏如燕的老公葉成 一個只會吃軟飯的廢物 原來就是他呀 我聽說他跟如燕已經離婚了 怎麼還有臉找如燕 我看呢 分明就是他賊心不改 想糾纏如燕 夜成 我看你真是賊心不死 吃軟飯不成還想誣陷登的 說夠了沒有 這群蛇屬一撲嚴嚴狗狗斯文敗類 真以為我不敢殺人 黃啊 誰敢殺人 在我唐氏席風的酒店 誰敢殺人 藏狗 我當是誰啊 原來是你這個招搖撞騙的監護狼狼 怎麼 狗皮高藥賣完了改成敲詐了 假的你怎麼來了 我聽說你在酒店訂包房 說是要硬勤退的 我媽就想上來幫你穿著茶 沒想到一上來就碰到這個 哦對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們公司的導演 曾秋 曾導 龐大少啊 你可得為我做主啊 我曾秋在飲食圈十來年 我清清白白 可是不知道從哪兒蹦出來這小子 會說我侵犯劇組演員如妍小姐 明明是他被隨如妍小姐圖謀不軌 甚至還揚言又殺了我們 太沒有王寡了 哈哈 我都愛打了還裝個屁啊 葉成 剛才曾導說的 你不打算解釋一下嗎 人是你們的 話也是你們說的 我解釋你們信了 想要怎麼處理直說吧 我葉成接 好 你在我唐家的警戒 打了我唐家中間的客人 按理說呢 我應該立刻把您抓起來 不過呢 人生受害了 我們是要聽一下孫頭的 抓 還是要抓的 但是你得先賠我醫藥費 也不多 就 一百萬 立正聽到沒有 曾檔讓你賠醫藥費 醫藥費沒有 全都 要嗎 猖狂 真是猖狂啊 唐少 趕緊把他送去警署 好 住手 由我唐靖柔在 誰敢給唐家貴 唐靖柔 你幫著一群外人為難他 你就不怕爺爺生氣嗎 那天我出去走 我不知道你會唐靖柔 可以坐在沒碗 是啊唐小姐 你這小子 他怎麼可能是唐家的貴客 沒錯唐小姐 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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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这位就是我们天一传媒的董事长 柳长青 叶先生 幸好 天一传媒 对 刘总还是我们龙城首富 无论是文娱地产金融 都有他的人脉帮你签个谢 认识刘总对你帮助可不小 谢谢还是不用 我不跟死人握手 扯什么 叶晨你干嘛 你应该只剩一个月瘦 再有地 叶先生 树在下冒 诚问先生是如何看出我刘某只剩一个月瘦 你面色索肿 无论是发青 而且印堂暗战不光 还用看吗 你是不是每日都会头昏眼花 而且你每日都会觉得四肢发力 最重要的是 你每日心肚都会给你抑郁 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半年 所以我说你只剩一个月 好 叶先生果然是神医 在下方才冒犯了 在下方才冒犯了 来请叶先生 就在下一面 是啊 刘总是我们的唐家非常重要的服务 他如果没有办法运着 能不能救救他 爸 但是你是天一传媒的董事 却不行 这是为何 你们天一传媒的人 欺负我妻子 逼我妻子 赔酒赔睡 我有什么理由 若非我即使人 我的妻子 还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误 叶先生 您刚才说这些 刘某实属不知情 要不这样 您妻子想要多少赔偿 包括您出诊的费用 您出个数 百万 千万 上亿 我刘长青 绝不讨价还钱 刘总 此事 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叶先生的脾气 小兵你也见到了 但有一点 我可以肯定 如果龙城有谁 能救刘总一兵 非叶先生 莫属 好 叶先生 我明白了 给刘某一天时间 刘某一定会给您一个 叶长 你到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之前打的增长 在那儿看见 你会惹麻烦的 别着急 待会就知道了 夏如烟 你怎么在这 给我滚出去 小吃 我跟叶子 你的老公打伤了公司的增长 你还好意思来这上班 滚出去 如烟廷你怎么可能来这 人是我打的 跟他一招 还有你 你姑姑也就是天一传媒签议的 一人跟他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 莫属师没有资格赶他出去 那我呢 宋长 小三 昨天才打的我 我还没找你干嘛 你呢 送上门来 行 简单 你昨天怎么打的我 我要提你身上 加倍的痛回来 只怕你没这个 是吗 保安 我把这个闹事的小子绑起来 宋长 前所晚所都是我 你告他归手放了叶成 我替他向您道歉 不能 哎 吴远 你没事吧 小贊 落到我的手 不要让你求心不多 求死不能 曾秀 你敢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叶成一下 我就把你轻犯危罪的丑闻公正与众 到时候大不了 从归于尽 你说什么 我侵犯未遂 你有证据吗 我就是证据 好 既然你说我同谋不轨 可昨天现场那么多人 你觉得 谁会信呢 反正我是不相信 我只看到你和你的废物老公叶成 联合起来陷害等等 想要玩一出仙人天 听到了吗 我现在以天一传媒签约导演的身份宣布 夏如燕 你被开除了 同时 我也要通告所有的演艺公司 永久的封杀你 让你滚出这个行业 这辈子 连龙套都做不了 你开除 那谁敢 刘总 这个时间 你怎么会不然来公司呀 曾秋 你好大 狗胆呀 你不过是公司签约的一名普通导演 有什么权利开除我的员工 今天幸好我来了 否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天一传媒是你姓 刘总 误会 都是误会啊 是 是夏如燕 他带着他那个混混老公来公司闹事 我是带替公司开除他的 放肆 叶先生是我柳长青亲自请来的贵客 你们侮辱他就是在侮辱我 刘总 您弄错了吧 他只是一个吃晚饭的穷鬼啊 住口 住口 你们两个狼狈为奸的东西 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看 私针公团 那又是强迫女队员与你进行苟合之事 庄庄见见证据确凿 刘总 我错了 您再给我一自机会吧 你们两个都开除了 从今以后天一传媒永不录用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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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小姐 事情我都听说了 是刘某运下不言 还请夏小姐一定要留在天一传媒 至于逆琳这部戏 女主非夏小姐魔术 刘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哪有那个能力 夏小姐谦虚了 刘某可是很有诚意 这是逆琳的剧本 你看看吧 谢谢刘总 谢谢刘总 我会努力的 也只好你们两个贱人 你不敢 这件事没完 刘总 だいは我替你施针 可能会有点疼 你稍微忍耐一下 没关系 我就当我已经死了 刘总不愧是个聪明人 难怪年纪轻轻就能继身龙城主 最后一针 任重眉心 刘总 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起这点 神医 我这是神医 叶先生 我感觉现在浑身上下 有种说不出的痛快感 我等再多前都没有这种感觉 叶先生 这是后期诸本合约的药包 你回去看专案人胃肚 熬制三个小时 每天晚上就这钱得下 不出一个月 我保证你身体完全 多谢叶先生 不 叶神医 前秘书 叶神医 救命之恩 莫持难忘 这两张卡 一张是世界财团荣耀黑卡 全球限量十张 里面有十亿罪款 还有一套云顶之巅的别墅房卡 市值五个亿 全都赠予叶神医 这么多 对叶神医来说 这只是一场举手之劳的小事 但对我柳长青来说 却是救命之恩 还望叶神医务必收下 好 我和我的家人 刚好也需要一个还不错的住宿 有劳了 叶长 你怎么突然间过来了 死心啊 这是谁呀 是你都是你 你来我家干什么 还不忘记 你 你别见 别 这没说 你 你已经和如愿迪了 今天 我提起报会去说起 不 家如愿远远远 没有再死皮类 你去 妈 不要叫我 你下去 已经和你没关系 妈 知道 都是我不好 我之前让你们受了太多 你们的手机会已经醒过来了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想念证明 如愿正明 可以保护 王傅 你已经没有 告诉我 我已经给我们家如愿找好新的乡亲 科技公司的政府 人家是 人家是又高又顺又多精硬 最主要的 你呀 不嫌我们如愿是谁呢 妈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愿意 这家郑总 海外留学会还是精英 人家还说 愿意 价值一千万的豪宅 作为财女 一千万的 好业长 大个辈子都买 谁是我买不起 我其实 其实也比你准备的 就你 叶成 你没开玩笑 你在床上 吵了三年 你四千都没有 拿什么买 哦 那不会是看上班的退休金 那几百块钱 哎哎 焦尸都撤了我 啊 你没说了 你 你还是居住 还是太熟 你也会 这一句 无论我 做青蛙 千万正死来了 你让他 他任性就限了 哎呦 你这么多啊 你还就来吗 怎么还拿这么多礼品 就是一些灵芝和眼神神罢了不值钱 这可都是名贵中药菜 价值几十万吧 小意思小意思 想必这个就是如鸢小子 敬会 我就是拿成科的总经理证据 这位是 不好意思 我是如鸢的丈夫 叶成 什么证词 就已经离婚了 小证语 别提 就是拿蹭饭 阿姨啊 我这怎么来了 其实想带你和如鸢 去一起看一下我新门 就在中山路 中山路 哎呀 就是那个价值一千万的别墅 隆城最顶级的公园 圆顶之巅 哎呀 如鸢 你别 你别 这样的精英人士 不是 你魔脑费事是 哪里青春 爸 一套房子而已 不用这么贵 闭嘴 这没你说话的份 我早就听说如鸢小姐 有一个植物人前夫 不知道是在床上躺了三年 脑子不住 放心 比你的脑子好 哦 港业先生 你这刚从医院出来 住在哪里啊 工作找到 我们公司刚有一个保安的职位 要不要试试 谢谢 不用了 你说 中山路是吧 我的房子刚好也在那边 是吗 不问是那个中山路 山脑下的老婆小孩 那房子就不能买 又臭又脏 根本是没法住人 只能住老鼠 哎呀 不问是母红房子的吧 我们也一起去 参观一下吧 我倒是也想看看 能不能闪下你的东西 哎呀 哎呀 小郑呀 你可以呀 又是牌房 又是提宝马的 铁定 我帮您家如约 请走了 如约 这是你能专属的吗 阿姨 已经过来去一下 坐后座了 好 至于这位先生 后座换东西忙了 我别理他 我还在那个 我帮他就走了 好 那我们就这么掉 上车吧 谢谢 我上门叫宝马 你更喜欢坐车 下不约 你气死我是不是 好好的宝马你不坐 喜欢公交 你见了见了 妈 你们又是喜欢坐宝马 您就去 我跟那个 都是公交去 行了 别再胡闹了 既然如烟不想当作包吧 他就让他奔我的钱 我妈可是去搜狗 你叫过去 我可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去做 那我说那些 你也长 你也长 我可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去做 还能进来什么 来了 叶先生有可能让我带您去看房 哎 叶长你们俩去坐这辆车去看房吗 有什么问题吗 不过就是租了辆老板有什么可装的 租的 叶长你还要没有我 谁说这辆车是我租的 我朋友特意为我安排的不行吗 别装了为了给自己长脸特意租一辆豪车 让人从机锅里头随便找到你们不来装装样子 还好意思拿出来写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鸡 你听不懂吗 郑总 我劝你说话还是注意些 有些人也是忍不起 当心是火红口粗 车都租得了 我把房子怎么办 站住啊 干什么的 看房 看房 你也不看上你你这德行啊 你来这地方能看房吗 还不赶紧滚 别冲动 小心 我不认识 你不过一个小小的保安居然如此目光单浅 好 那我倒想知道 什么样的穿着可以在你们这看 哈哈哈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云顶之巅 全龙城 最豪华的别墅 能在里面的人 非富即贵 你 配吗 还当然 因为他的房子 在平民区 怎么样 租着豪车抢前一道 还是没有一个住进去 经理 我之前 咱们云顶之巅 构置了一套房子 今天 是这样的房子 哦 尊贵的白银客户 云顶之巅 欢迎您的到来 站住 他们能进 你不能进 为什么 就因为我的穿着 经理 他是和我们一起的 您能一起进去 经理 这个人 我可不认识 这位县长 您请 平民区的人 不配来到这个地方 谁告诉你 我的房子在平民区的 我的房子 也在云顶之巅 夜长 我都没听错吧 你的房子在云顶之巅 这一次 又是借的哪位大人 我的房子 隔着装逼充场面啊 我没有租房子 房子是别人送给我的 送吗 哎 你知道云顶之巅的房价吗 少说这里 他也要千八百 人家凭什么送你房子 比你脸大 凭我救过他的命 你不想丢人 你不想丢人 我还想丢人呢 你人家给你 真是把眼下了 信不信随你们 你稍微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带你去看我们自己的房子 夜长 你不用这样 当一个普通人不好吗 为什么你要为了所谓的自尊 租这个租那个欺骗自己呢 我没希望你变成这样 夜长 你居然说这是你自己的房子 那么我请问你 你的房子在哪一公屋 在哪一户 我不知道我房子的位置 但我知道它有一个名字 知道你自己房子的名字 你不会是被租房给骗了吧 我没有租房 好好好 你没有租房 那么我请问你 你的房子叫什么名字 云顶之巅 天字一号 你说云顶之巅 天字一号 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爸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爹妈没有教你怎么做人啊 教育我 你还不够格 我跟你说云顶之巅 天字一号 你知道是谁的地盘吗 你 你管吧 经理 我请问一下 这个天字一号 我当时来买房的时候 怎么没有看到这道 郑先生 您不知道吧 云顶之巅分为五大客户区 青铜 白鱼 黄金 黄金 钻石 五大客户区 每个客户区 按照价格 天气是谁的 您知道吗 但有一块区域 是普通人进不去的 这就是 至尊区域 一区 对 至至尊区域 这个区域 普通人是进不去的 因为它只有一套住房 是天字一号 真是天字一号啊 这栋房 可是男人屈心若目 女人梦寐以求的呀 价值五亿呀 五个亿 对 哎呀 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套房子 哎呀 想起都叫我热血澎湃呀 热血澎湃有什么用啊 这个对我们古通人来说 那只是做个弄而已呀 您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吗 这个房子是我们龙城首富 柳爷的柳长青的特别住宅 刘总的别墅 我郑军何德何能 可以和首富刘总 住在同一个小区 所以嘛 我说这小子吹牛不打草稿 装都不会装 现在被我戳穿了吧 打脸了 行了经理 别跟这有人多废话 听那么巧子 真是无可救药 非逼得我动手吗 先不说你有没有能力动手大人 即便如此 你敢护则我 你就不怕上面的人找到你 彭彭 快把他护出去 护出去 看谁敢 陈秘书 您怎么提前通知我们 我们去接您呢 哎 刘总呢 你就是今天的执巴经理 啊 是吗 一个小小的执巴经理 只能够问刘总的行程 天一集团董事长秘书 房产业务负责人秦思宁建国叶神明 是柳长青派你来的吗 刘总昨晚说叶先生要来别墅看看 他命我今天来背中一下 免得让那些狗云西部长你冒犯 啊 啊 秦秘书 您不会 搞错了吧 他只不过是 吃转饭的 悲风雨穴 您 您 您不会 做错了吧 住嘴 偶眼看人机的东西 竟敢得罪叶先生 从今天起滚出云顶之间 啊 这辈子不得再踏进一步 啊 啊 秦秘书 你饶了我爸 饶了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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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秘书 饶了我爸 啊 叶先生 你饶了我爸 你爸爸 饶了我爸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叶先生 这两位是 这位是我妻子 这位是我岳母 这位 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 那我们走吧叶先生 我带你们去看天字一号 等等我等等我 叶先生 是我原来不是外事 叶先生我真的错了 哎呀 太奢华了 这人就像毛孟一样的 错了不错这种工程 没有这么甚至的好歹 不错 这房子 真的是你的吗 算是吧 不会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妈 刚刚秦秘书也说了 是因为我救了他们刘总的命 所以这套房子 就是二个月 所以那个表情 对 唷 就是像我 極端 公敌 哇 阿 陈朱 这个 frequent 哎呀真的吧 哎呀太好了 哎呦野城呀 你真是罵的好女婿呀 哎我的房间在哪 是二楼还是三楼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找我的房间去了 哎呀你们的我去看我的房间去了 过去三年 你辛苦了 我知道你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无法弥补我对你的困惑 我也知道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但我只想让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可以吗 我 别吵 别吵 大师我的时间应该还没到吧 没有 但是你的寿命俩不多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会经常性的感到莫名其妙的心痛 甚至于 婚诀 你后悔了吗 不 不悔 本来呀 可以活到八十岁 现在 却只剩不到一年寿命 这样打击代价 为何不悔 我 你会 你会 我 你会 我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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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有多麼傷心多麼痛 我知道 但是我別無選擇 長痛不如短痛 早晚也是要決別的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其實 有一種方法就讓你埋須受命 什麼 殺人 什麼 不錯 你能殺一個人 就相當於 汲取到最痛的壽命 你沾染的鮮血越多 你就功率越為越強 不可能 我做不了 我可以殺人 但我絕不會濫殺無辜 延續生命的法子呢 我已經告訴你了 要不要做 取決於你 許吧 你終於想了 你終於想了一個什麼 你是吧 沒事 就是最近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嚇過你了 哇 機碎 你不要緊 你們還走 嚇得上 你又吃了 很難 來這個 這碗這碗 紅人紅人 快快快掃一下掃一下 來來來來 啊 怎麼回事怎麼這樣活了你也殺了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就完事了 把我鞋弄錯 我給您擦開去啊 我讓你擦了嗎 我用這種冰淇淋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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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怎麼了 找我什麼破譜員 跟我玩正正性 一轉身 死也糟 對不起蔣少 馬上給您處理 野豐啊 你怎麼回事 一把年紀了做事還毛手毛腳 你知道這位是誰嗎 這位是大名鼎鼎的蔣少 你現在立刻馬上 給蔣少賠一道歉 再給蔣少把鞋擦乾淨 蔣少 對不起 我給您擦乾淨 這就完了 哦 今天您所有的消費給您免單 葉豐 這件事都是你的錯 就從你的工資裡面扣 經理 我做錯了 我給蔣先生把這鞋擦乾淨 能不能不扣我錢呀 沒有的是不願意了 啊 老子讓你白鞋是看得起你 鞋子也鞋擦乾淨 對不起 這個我做不到 做什麼呢 我不叫你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你沒事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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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喝了 你是滴風 我喝一杯 你也不喝了 你也不喝了 你根本給不了我小樣的生活 分手吧 姐妹 我們談了四年 只有四年那感情 你說分手就分手吧 沒錢你談什麼感情啊 睡一天 本來睡一天就講不懂事 真是原家路 別的邪惱 幫我兒子進來幫我 走 喂 不是講的 那些人過來 講 我老的人到 你哪個手打鬥 鬥未有 錢錯完整都是我的 有什麼你就怪我 多少錢 我錢給你 抽你 你傷害我兒子 懂了 現在知道任何 告訴你完了 輸和大我多麼會 我來 心太甚 耶叔叔 沒事吧 不好意思 我這工作還沒做事 這東西有還這麼幹嘛 沒事耶叔叔 文貴 是不是真的假的 多多逼人 欺人太甚 好事哦 什麼意思 你是想被他們出頭嗎 不是 我今天就是要為他們出頭 我暮色全拉的員工 豈是你想欺負就能拼 你要不要先問問 那我是誰的作人 湯總 是這樣的 老爺不小心把講受的鞋給弄髒了 我以前給出了幾件案 就用老爺的工資作為抵扣 你算什麼東西 也是 是我親自己來打工 你老爺 你有什麼資格在乎他的東西 天 收拾東西 立刻從我眼前 就是 是 小白 我不管今天是誰的作人 只要你在我暮色就發小 就得守我的規矩 不然和否你想到事 我唐金柔 奉陪到你 規矩 有了規 那我就來說 這個老頭的鞋 弄髒老的鞋 這 還一個老四 兒子 把他嘴上 這又該幹的 是啊 講照的鞋 可是國際著名設計師 專門訂製的 全世界 獨一無二 真的 獨一無二 有什麼 誰的錢 誰不就我 你就是錢嘛 說吧 講話多了 我也是接著 憲成 你是個搞笑嗎 你是什麼人 我還不清楚 你就是一個 不思見學 不務正業 賺不了錢 他對人畫大腿的窮屌絲 你跟你爸一樣 都是有的 你侮辱我 不可以 不要弄你我爸 別吵 看著我 我怎麼來找 小少 你不用像我 你所依仗的人 在我面前 狗屁 你不就是仗人 你有錢嗎 那我們打個賭子 只要今天在這間酒吧消費的 不論多少 只要我承擔了錢 你給我 你太小看我獎牌了 你就是一頓酒吧 幾十萬而已 我獎牌還幾分鐘就嘛 你一個窮腳撕就 累 這又累 又比得太多 好 我陪你 但前提是 你不能出主任的角度 如果你負不齊 你知道你是熟 但如果你負不齊 就 看 笑 我是腳尖的 好受的 一頓酒隨隨便便 幾十萬 我會負不齊 如果我分齊 那我也可以一隻手 一隻 一二 沒關係 我給你賭 服務員 把帳單拿來 我還以為你消費的多少 才二十 太少 不得 少爺一頓酒 怎麼可能才二十幾吧 不 把你們最好的酒 全部都拿去了 少 太少了 還有個店所有的播放 所有的倉錢 還有賠償的消息 全部給我消一遍 不夠 還行 所有人都聽好了 儘管所有的消費 我怎麼做回了 說完了沒有 你要不是說完了 快就放 在座的各位 從今天起 今晚 明晚 後晚 三天三夜 在這間酒吧所有的消費 由我夜出不來 神頭嗎 不 你 你買的 你这个木车酒吧 一晚上的流水是多少吗 这里随随便便一银酒 就是你爸爸时间的工资 你 你凭什么 说得对 牛皮 怎么是你追出来 谁说 我这里每天晚上的流水 你什么也要两千万 听到 两千万 你有这个东西 小诚 你就别硬撑着了 我知道 你是替爸爸出头的 但是 咱爷爷俩加起来 也不值两千万呀 是啊 一万这样的两千万 三分三月 可能是六千万 六千万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像你这样的穷掉死 估计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 你放心 我是六千万 幸远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现在向我爸 低头认错道歉的话 我可以既往不咎 原谅你 不过 搞笑吗 在这儿就不玩虚妆 是不是 你这牛皮已经飞不去了 还想让我跑 你 好 你这好好留在这里 想到这 起床的玩家 好 看来 这些人是不见棺材 不动累了 服务员 八卡 三千万 服务员 八卡 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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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全球主要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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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怎么感觉 你这就要不得一天就要洗脸 我都要什么 我都瞎说什么呢 全球制作楼药飞卡 全世界八情现在都超过十场 因为我这种卡位人非赴几对 这样的抢角色 怎么那么多情 一定是啥呢 我们要向着说的对 毕竟能够定好一个人线 肯定是亲自 是吗 这就不会知道 这不愿意控制 你拿走 好亲自来穿这些 穿这些怎么怎么做 穿 随便 那是你记住了 六千万不止 另外一个 不是 一五四一 套账三千万 怎么做 小伤我那一半错了 什么人家错了 您好您好 什么错 我带你走 看来 你没一半错了 对 我穿上去 就不到一桥啊 我叫你 你 显然我有的是 你需要带你的手 我叫你 我叫你 钱我有的是我不需要 在你的手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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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妖狗快救我啊 救我 哪里来的小混货 在这里要是 真当我庞家好欺负 庞家姐 这就了 我们没什么交流 我 这 对我们蒋少爷 不见 我们也是 就一群亲切 才冒然 你们蒋少爷 刺激 现在不输了 我是在偿还北战 一个小决策 跟着瞎其是冒 行 你们蒋少爷不能 有一丝和一毫子上来 对 叶苏 这是你扔我 我保证以后离你远了 再也不会和你做对了 爸 你就是太仁慈 倘若今日在赌局上 输的是咱们也 你觉得他们放过咱们吗 我说这个有可能 一场游戏啊 你何必这么认真的 放弃手掌是用来吃饭的 你费了蒋教育的手掌 对你挺好 对我确实没什么 但是我这个人吧 有个臭毛 谢谢 你这是进酒吗 是吃罚酒 我就是吃罚酒了 你能卖我喝 师父 今天有我在 我看 谁敢动业程 行 今天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业程是吧 独程不大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我们走 你喝这些罚酒看着呢 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啊 我能干什么事啊 哎呀 你放心吧 刚才那些啊 都是我和唐小姐演的一书戏 这间酒吧的老板唐小姐 她是我的朋友 所以 请 您还是对着 对着吧 你如果一会儿没事的话 就早点回去休息 还有 以后就不要出来打财单了 你医院欠下的那些款 我会帮你结清的 人伟蛋 也会在这的 yup 你怎么让人家叔叔走了 科技 你 Mickey 王兒有事嗎 一起喝點 太子 給雷花兒來訪 還求您救救金手 好啊 發生什麼事 其實你太子 假照有鳳凌之命 卻唐千柔的酒吧電燒 沒想到遇到一個 印查 你最讀書了 還傷了一隻手 兄弟是重心 提醒獰 有 Cen 他說 那就是 麻煩 一下 叶成 有件事我想了一晚上了 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是说我爸在你酒店打工的事情吗 你猜到了 我早就猜到了 这件事情一定是我爸提的吧 凭你唐轻柔的能力一定可以拒绝 但是你之所以没有这么做 是想把我和你绑在一起 想不到你不仅一无双举 连头脑都如此聪明 怎么办 我都要爱上你了 我是有家世的人 你还是不要爱上我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蒋白和老妖 他们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是太子的人 太子 对 太子名叫于金龙 是龙城地下世界的一号人物 他一直都禁于我们唐家的产业 从前爷爷康剑的时候 他尚且还不敢轻挙妄动 现在他对我们唐家一再打压 甚至逼我嫁给他 对了 他还是那位九千岁的该儿子 这么说也是我的敌人了 唐总你赶快回来吧 酒吧出事了 小兰怎么了 别动他们 什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出事了我要回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 好 好 小兰 你往这儿 不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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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死打人 我们就打药了 请你把他这 是人多 我 他听 我还喜欢白色的人去 你用力了 给唐亲友打电话 让他来救 他妈的你在干什么 男性给他打电话 先回家 喂唐总你赶快回来吧 酒吧 小莱怎么了 唐亲友 见你十分钟之内 立马赶到酒吧 晚一分钟 酒吧所有的人都会死 别动他们 什么事了 事了 我要回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 对不起 下嘴挺之重 唐亲友手里下嘴 人肯定 二 臭小子 除了买了他妈的药不能中 你真是要弄死你 住手 老药 什么意思 你动我的人 唐小姐 你可能是误会了 这都是如花似玉的姑娘 我老药心疼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送他们呢 还敢想变 那他们身上的伤势哪来呢 你说这呀 是你这店 我又不是很丢的 我闲人没啥事 就替你调教他 你不用谢我 真的不用谢我 不用谢你 好气 你别冲动 我可是在找太子来的 金轮 他让你来战士吗 太子说 你们暮色酒吧 欠我挺厉害的 以前呢 我太子不在 现在 你听说你绑上一个 荣耀黑卡的大狗 还打伤了他的人 就让我们刚儿几个过来 亲亲战 你佩服你 我从来都没有让他 帮我看过城市 哪来个什么狗费 整条街都是太子照 你可以说没有 但不代表不能不给 太子还说 黄小姐要是不愿意给的话 以后就像我们哥儿几个经常过来 我儿几个女 无论死 刚刚天了 你敢 你目色情发的人 是黑警 不得上 我还是头一子听说 胖表是还要立台吗 黄轻荣 别说是你手底下的姑娘 就是你 早已要出来 当远 当远 如果唐小姐愿意出来卖的话 我们盖子可是很有兴趣的 也同意你这间酒吧继续接养兴趣 如何 不是 只要我答应你去见雨精了 你就能放了他们 没错 好 我跟没 他让钱不要了 等等啊 唐小姐 不知道你们暮色酒吧 是否别转上一部分 你已经给过了 叶川 暮色酒吧已经被雨精灵地上 他是地下皇城的土皇帝 无人担敢开罪 你的好意 我信了人 但是只是你还是不要招呼 马小姐 你只需要回答我 你是否愿意把 暮色酒吧的一份的骨份转上给你 其他的 你就不用那些事 你想干什么 唐小姐的这间木骨的酒吧 不要也欠我三千万的债 但是呢 这个钱 我不要 所以现在这间酒吧 对我和唐小姐的货 所以 你们要想在这里闹事了 我答应你 小姐 你知不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人 你就是龙城地下世界的太太 他不过就是一个隐藏的暗主 鬼鬼祟祟 帮方勿主的拉子 说什么 说 你们都是拉子 你们这些跟在他身边的人也一样 都是拉子 狗死 小子 孟太子 我用你不得狗死 认诚 你小心点 这座老药迟力不弱 是地下世界的头号杀手 经常替于建伦处理那些方式 头号杀手 我看你们这是地下世界 不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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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地下世界的规矩 原来你们龙城地下世界还有这里 这是死局 其爱 你 也诚不可 生死局一旦接下必分生死 你放心 既然我敢接 我就有这个自信可以赢我的 狂 小子 希望你的骄傲能配得上你的傲慢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简单 用你的一氧纸 封住他的经脉 让他齐根近段 人也会 懂了 小子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我会慢慢慢慢的折磨你 以为喝了一个以代谢生命为代价的毒药 就可以打放绝死 真是长情 你找死 别躲 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我不躲就怕你死 叶诚你宠过了 你废了老药 于靖伦一定会来找你问罪的 你快走 就是你 废了我的人 人是我弄的 和他没关系 你要是有本事就冲我 你就是叶诚 没错 我听说 你杀了江家父子 还有莫 一些营营狗狗吧 我想啥就杀 你还想替他们报仇不是 一群废物 怎么不足 这事 老药和蒋白 跟了不这么多年 一个被你伤了手 一个被你废了四肢 这笔车 当然要朝你算 你记得 蒋白和老药 是他们咎由自信 你不要为难阅诚 唐青柔 真有你说话的份 唐青柔是暮色酒吧的老板 当然有他说话的 倒是你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假太子 你有什么自己说话 牙牵刺鼻 阿青柔 我可给问你 你不珍惜 现在找了这么一个小白脸 来故意气 既然你给点油 那就别犯了心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你们敢 好歹我也是 沐测酒吧的新技来本 你们今天派人去砸了我的店 问过我的同意了 好大口气 小子 你知不知道 那个酒吧 还有你身边的酒店 都是属于我的 挤的 你是在吃人说梦吗 放肆 别放肆 你要是有本事 你放个屁试试 你要是想找死 别张口闭口就是生死 跟我说这句话的人多了去了 你一个人 我现在 在最后给你自己 你现在 跪下 给我磕一个小头 或许 我可以考虑 饶了一个 这个题不行 只不过 我可不行 我给你一个请 你叫你的人 把我那儿恢复得出 就可以饶了你 看来 现在就有 这只大小的人 废 余金龙 你是因为我而起 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 量的应该别人 唐金龙 你以为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条件 你之前 是唐门大小姐 之后 我或许 还给你几个博面 可是现在 唐门都没了 在这里 没有人跟你撑腰 你觉得 你还有资格 跟你撑腰 我不怕 告诉你 之所以 陪你玩到现在 是因为 我想看到你 穷途 陌路时 乖乖的爬到 本少的床上 那种 摇尾起连的样子 你还真以为 欺负 我们唐门报复吗 报复 唐天晴 没有坐轮椅的时候 那真是让人 忌难三分 可是 他现在 都半截身子入土 唐门灭门 那可是 早晚的事 谁说我 唐门复 余家宠 你好大口气 余爺 你看我这个老头子 我认了 哎呀 您这腿 那好了 照你的意思 我唐天晴 这一辈子 都要坐在轮椅上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您怎么来了 我若是不来的话 孙悦儿 不是得欺负了吗 罗上了一个 九千岁的大 当你是真容天子 你不要我 你们家 敢进下学的时候 什么男家 救的你们 什么要不说的事 其实 我跟青柔 本来就没什么 不怪 叶先生那时候 叶先生 是我唐门的贵客 启容你貌 这叶长 什么时候 成了你们唐门的贵宾了 叶先生 让人中浅龙 一树一树 他可是我唐天晴 救命恩 你和他作对 就是 出门作对 这么说 那你就是 也要和我作对 没错 老师 我敬你是一代家 也曾经 帮助过我们 瑜伽 所以我好心送去 不要跟这个小弟子 太近 免得 让唐门 仅仅收身 把沈南宝 到底是谁 自沈南宝 一世便知 瑜伽小子 你还想试试吗 你看 做梦 那么多年 功力 不退快 让我爷爷 恢复实力的 就是叶长 是他 花子 小鲜 小鲜 你的鼻子 只能被你救了 你看 谁 你 你 小鲜 小鲜 你找死了 我 你 谁还我 你 是 是 说 从哪来的 说 这把血液赶紧赐给我的质吧 我告诉你 我干爹地下世界的千岁 你决告赶紧把血液还给我 不然 干爹一句话就能要你的冲灭 你干爹能不能要我的命 我不清楚 但我现在就可以立刻要你的命 叶先生 他的祖上跟我们可是世界 你是不是看在唐猛的面子上 算起来没有他的条命 今天先饶了 想再来 一起 生理调理的不错 唐老爷子 注意温步调理器械 成立感岁 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先成了 叶先生你走 我没事 又震不震 休息就好 不 他防守时床 让叶先生去休息一下 竟然是雪玉 小子 看来你机缘不浅了 大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传说叶家祖传的雪玉佩 暗藏着超越凡人的力量 有了她 可以对我 突破忠师武镜 到达传说中的 天神境界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你只行一年的寿命 这块雪玉 对你倒是没什么用处 是啊 在死亡面前 再多的东西都是虚无 我不值多年 我不能倒是到雪玉 竟然就被你弄丢了 干爹 这都要怪 叶成这个八八蛋 是他 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一身修为 就连他们 半生入土的那个老爷子 他都能治得了 三明三年 醒来还有这段能为 看完同意的秘密 就躺在叶师身上 这些特制的服势 想办法让他服势 就算那是大楼金仙 也得给我付出这些品 是 干点 叶先生 这是家子让我给您送来的简餐 您没用 对了 小姐让我转告您 接到您 家人转来了电话 您太太主演的一部信 让我两点召开发布会 地址在黄万九点 新月姐 一点了 收告 你看 不遗憾 我只要远远注视着就好 为什么 年轻的孙女 与老儿眼成长 也显得这么费的呀 在他这么优秀的人面前 我们不是这么卑微吗 是啊 我相信我们都是个通人 请我们匿名女如颜 下如烟小鞋 我们下大当场 竟然我们合不到的东西 谁也别想得了 唐少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身子吗 我今天就该 真的 不是呀 当我回了下如烟的名声 让他身败名利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请下小鞋 为我们讲文句 不好意思各位 请住在下冒昧 因为在这里 真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各位分享了 唐先生 今天是已经发布会 不过你找到什么非道 是不是应该去找人祭福 不不不不 我听说这次女主角是您陪刘总睡了一个月才得到的 有这回事吗 对吧 这三年 真的是这么厉害 为了我们 他真的这么负责 怎么办吗 听说一下 为了小姐 刚刚的女人 她一个人 但她心里 她心里有的话 一个离婚 她还能起来 大人就有 肖子 背后一定的 肮脏的 叫庞大上 没有正确的事情 不要血粉 这个劲爆的消息 可是从天一集团的内部把盘出来的 这你们自己家员工都这么讲了 我没人也 你让她当面出来跟我对质 这个我可不乱说 说了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不过 我比较好奇的是 下行为 赔税价格是多少呢 不行吗 还是两千万 不如 你也赔我睡一晚 如何 换一路 你看 稍微一秒 在后面情报 事情只是惊喜 风雨 死得很难看 叶长 我说你都和他离婚了 你还在这儿 瞎管什么闲事 对了 我给大家 盟重的介绍一下 那 前夫叶长 叶先生 原来这种下 二冤的前夫 快看他 给大家两个约个女帽子 这个男人都不行吧 都给我闭嘴 再敢乱讲 信不信 撕了你们的嘴 别提 别提他们回来 我们身上不怕隐气 算了 严重 继续 不严 别走啊 他们就在那里解释清楚呢 对 算我着急走 看来这个女主角过人是赔税来的 严重 你想干什么 你这几年在病房上考虑着 你老婆在外面 我给我的份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他就是个毒药 脸上 丢大 这样 这不可以 我用拳头封住了你下半身的血泪 从今往后 你别想再站起来 并且 你也别想再行人道 不 不可能 你的手段清楚 可以救人 可以杀人 我是觉得不可能 就问我一个国医生 让他帮你检查一下 我告诉他 你为什么总是在那里面 谁是你干什么 我说我说我说 我跟人家 和小小姐和刘总的关系 你没有人让我这么做的 谁 你没有 没错 不是我做的 你这个角色本该是我沐浴室的 山下无人抢我的东西 整次都杀出我的 你敢杀我 也没人 你一起欠缘天一串 师妹 你是我救助人 讓你視為姐妹 我粗粗體量你快點啊 神經病 我無理不責 你還有一個也好的道德長嗎 幫我打開 但是蟲毛外扣的娛樂圈 道德 只是標榜給成功人的簡性 而那些失敗 只有永無止盡的天台之肉 別吵 快吵到火灶裡的吵 你快讓我收我 回去 什麼 什麼 你的腿沒事 我剛剛是騙 但是你長期動於過身體被操控 男人的問題 能否恢復 別吵 我是你 天長 謝謝你 謝謝你 你去挖老婆 對不起 以前是我沒有照顧好你 才讓你受了這麼多苦 從今往後 我不會再讓任何人欺負你 污蔑你 也不會再讓任何人傷害你了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 我不在這個世上 你說什麼呢 如燕 這件事情我瞞了你很久 但我覺得我有必要告訴你 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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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少為你一年的時間了 一年 一年 在這一年裡 我會為你鋪墊好所有 你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追自己想追的夢想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等等 你剛才說的一年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一年以後 我會離開 所以你之前說的都是騙我的 你對我的好 只是為了彌補我這三年對你的照顧 一年時間 已經剩我給你所有了 野成 你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 啊 對不起 女爺 我現在陪你一輩子 但是 我不是你之生 野成 我爺病發了 快弄走 再再打 我的寶貝到底還能不能恢復 哎你說呀 你別騎我 我不是給你治療 可死的野成 要是我這輩子算是不能前男人之身 怎麼回來了 有什麼意思 我敢被死了 算了 畢竟 你再給你加點 我也不要 都是你這個見面 如果不是你惡性太多 我兒子 現在中文變成這樣 湯哥 麻煩你搞清楚 你兒子這樣都是野成派的 你要是想報仇 可以去殺個野成 因為你們唐家在地上 殺了一個野成 豈不是像連死一隻蚂蚁一樣 你明明我不想吧 自從野成 解除了老爺子身後 唐家 說不出 真是有狗笨 下藥了 你閉嘴 明明要不是你提供我 快要送我打下馬標 紅白臉 全有你強 你吼什麼吼 你現在應該報仇是野成 我連一個小小的唐家都管理 只會在這欺壓我一個月的日子 別說我找不了唐家 我從服裝搞到了野心 早晚我會拿回唐家的畫上去 你說真的 沐小爺 我知道了 你跟我們家朋友 在一起 小鑰匙 你恰 我瞧不起你們這妻子 但是現在 你只要 幫我搞定一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休 不及 耗費距離 在娛樂圈裡出路 還能讓你跟兒子結婚 想說唐家豪呢 是不是 給我們家傳宗經 對 老爺子 你最近有沒有吃過別的東西 所有的餘食 都是由房間後座辦的 與這次的命證 和之前結婚一模一樣 但是毒素採訪了位置 卻不在選頁 兒子告訴 看起來我唐天行 這輩子逃不過 不許而亡的後方 不過 我還是要感謝你 是吧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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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唐門令 你確定要把它給我 對 爺爺爺老了 但是未來啊是你 你一定不要跟爺爺的起床 爺爺 會努力的 我 好 如意酒上了 叶全你居然都还给我出去 二叔我把你都没有呼吸了 大哥大哥 二爷呀 就是怕叶全这个游移 一群呼吸鼓来不了 太死了叶啊 小子 我是你 负责给我打过治疗的 负责给唐老爷子治疗的确实是我 但毒不是我下的 事口有关 能不能你便宜 手上 给我去战争所走一趟 叶全 还不知道吧 我二爷是尖偏私 拜了所有罪行 一丝一条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二叔公 我可以作证 年夜出意外 跟叶全没有关系 警方 又是这个游移 累死你爷爷的 他就是这个三人兄弟 你还这样向着他 二叔公 相信也是 他不是那样的人 何警方 去你爬外 再报警了 三兄 阿叔 你可怎么还没过呀 没有解释 来人 好 你别动 你家令牌再次 看 谁敢动你先生 爹这是交脸 那是他能传给你啊 唐门有令 持唐门令牌者 就是唐门下任家主 唐门所有人 都要听家主号令 唐先生 不管怎么说 你这是英语的情况 我可以看在 唐门令的面子上 我考虑你都做错 但是你必须给我 打上赔架 唐先生 你拿了令牌又不够合 你做了关系 跟你 还就此 唐门令给我 没有的朋友 快把唐门令消出来 老爷子还没死呢 你们就在这里争家产 你们一个个 贤子孝孙的嘴脸 可真难看 唐门长 你妖怪疯了什么呢 老爷子已经没救了呀 你这这么快 老爷子无药可救 还是说 你心里有鬼 你 你才有鬼 叶长 我爷爷他 真的还有救吗 不过 我需要一株特殊的药草 花昏草 此药草事件罕见 非黄泉毕落 不可 再难找了草药 只要是能救我爷爷 我也一定会去找他 二叔公 能不能求你看在我爷爷的份上 再给我一些时间 师父 就听老公 小公一句话 我们就要寻找 三公都存在的 草药 二叔公 虽然不能答应他 其实 也可以 只要你答应 用旁门那座担保 可以给你三天时节 兄弟 你觉得呢 好 我答应 但是再次进行 你不能送叶先生 好 那就你三天时节 三天内 你找到黄泉草 救后我大哥 一切 下万无事 三天之后 黄泉草没找到 一手 你救后我大哥 你 你还能要被说什么 一手 一手 你给我大哥陪下 你也需要黄泉草 你跟默泉草 龙泉三大家族的真意的金家 正好有意思 别想 据我所知 黄昏草是金家祖传之后 由金家先不承担莫为 是无疑神承担黄泉草 金家的问题 全身是金 只是 这是什么 只是金家曾对爱放免 黄昏草 绝不爱少 无论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去交涉谈判 对方都不予理会 天才地宝 都有他的价格 黄泉草虽然珍贵 但也不至于天家 你给金家开了什么条件 一座郊外的烈野天庄 价格几千万 这个条件 金家不该拒绝的 金家祖众的 我没有见到金家家 听说他病了 现在是他的儿女家主事 嗯 你 你全非 这么一道是你 一点都没有 我把真有心在城里面 你照料你 我 啊 我真的不行啊 对了 我们金家 不是有一个祖传的黄昏草吗 说不定能救爸一名 爸 哎 你啊 嗯 我没想法吗 我的事啊 瞬间情是 变动 结果的暗示 要是 要是考虑 我能走 无忧啊 对了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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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你是什么人 接着来我金家 不幸运 我们今日来 就是替金家家主一致的 你一个毛头小子 凭什么跟我爸来制变 来啊 把他给我赶出去 若你们想让金家家主 无人可疑 七彩而死 你们大可以将我赶出去 只是 金家主也失去了唯一可以存活的机会 你什么意思啊 自灭一死 但是今日我敢不请自来 就说明我有救治金家家主的能力 只是 需要一个报仇 需要什么报仇 只要你们金家可以给我还婚草 我就可以让他的身体归罪不出 若你们答应 现在就可以救治 若你们舍不得 那我便离开 你能治我父亲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肯定是个骗子 那么多名义都束手无策 他这个苹果出现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 说得不错 老颜色的身体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人家说不定是商业的主派来的人 三十秒之后 金家家主作相远会发达 并且你们口部鲜血 若是太晚一些 人家就会开发出 细腻不细腻 再继续 神医 不知神医如何成功 请您救我报仇 叶 叶十一 一切都外困了 只要能让我父亲前夜 您提了任何要求 我金家 都会建议问题 你不说了 你要还本层 叶十一 我我答应 我答应 好 这就好吗 爸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们身体 正在权业 和理上 叶十一 多谢叶十一 我的报纸还魂草呢 是 爸 这一针就让我们交出还魂草 这未免也太贵了 说不定爸既然自有天相 反而就没什么事呢 爸 这一针就让我们交出还魂草 闭嘴 不得无理 叶十一 是这样的 花魂草 还在那固中 又结构去除 需要一些时间 多长时间 明天傍晚前 不知叶十一觉得如何 好 明天傍晚六时 我准时来去 但是 我丑话说在前面 我叶十最讨厌言而无信之人 希望你会泄水扬入 爸 你真的要把黄昏草给他 龙城的门阀势力我听说过 但没听说过有一个叫叶成的呀 我看 这叶成根本就不是什么势力 就是来敲诈我们金家的 就这么一枕 就想让我们交出金家祖传家宝 黄昏草 他可真是开得了口 我们金家可不能做这种亏门买卖 不可会 本来就是嘛 我看这个叶超就不安好险 再说了 爸的病也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报仇呢 反正就只有我们几个 也没有什么凭据 爸 您是怎么想的 此事 让我真找一个 金家祖 我听说 有人 想要你们金家的环昏草 竟然是如此 我一个叫做叶成的人 他一针就治好了我多年的饭舍 我金家正在考虑 将我发饭草 作为答谢 送给他 金家祖 你别骗我 那叶成就用叶 啊 金家祖 你有所不适 我们家老爷子 就是被叶成说的 婚礼之间 甚死不明 金家祖 我看 分明是你自己 鸿福其巅 暗伤 自己痊愈的 爸 还好有唐总屁相 差点被那小子给骗了 爸 您放心 如果那个叫叶成的小子 真像唐总所说 是有招摇撞骗的人 还想骗取我们金家的传家吧 待我查清楚 一定饶不了他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住住 金家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 哪来的滚回哪里去 这是你们下人的意思 那是你们金家家主的意思 甭管谁的意思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赶紧滚 别逼老子动手 看来 金家是打算赖账的 我不斗力再缺手赶紧断 放死 哪来的野狗 赶来问金家撒业 一样找死的 你敢打我 你欠打 是不是太过分了 在我金家老师 真因为我们金家 是搞清楚的吗 金家主 你忘了昨日 我救你一命的约定了吗 什么约定啊 你空口无凭 就想来敲诏 金家 我父亲的病 分明是自己痊愈的吧 与你口干 金家主 你也会这么想 叶先生 我的病昨日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的确 与您的一致 所以 这黄昏草 你们是不难死 什么黄昏草 叶先生 你疯了是不是 叶先生 说哪里的 这黄昏草 是我金家珍藏多年的天才之宝 哪能轻易给人啊 不过 金母非常感谢叶先生的仗义元首 这样吧 我也不会让叶先生白忙活 给叶先生拿一万块钱 就当是谢礼 叶先生 您觉得如何 你出乱了 看话了 是不是太贫义这个江户片子了 个几百块的 他就行了 你们真以为我叶成那东西 是想不还就不还的吗 怎么 叶先生 抢不成 叶成 你可以试试 我保证你走不进来 把我出去 叶先生 我劝你适可而止 不要在我金家 无理取闹 叶先生 请你离开 否则 别帮我酸点路腔 既然你们出尔反尔 那我就把我送给你们回去 打我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别吓我 叶长 你对我爸做了什么 要是我爸也不出来 他人 我绝就饶你 我只是把我昨日 撕着他兴趣 回来吧 今日的 你昨日一般 挖个 小叶 叶先生 一救我 是我错了 我不跟 没有良心 希望 他们赶紧叫我 回头 比叶先生 太坏 叶先生 叶先生 现在黄昆草 已经属于叶神医了 还请叶神医 救救我父亲 黄昆草 是昨日的报纸 但今日的是 我爱你 哦 叶神医 我 叶神医 我做了 您还有什么求求 我多大眼 求您救救我这一次 还有也不是太事 都是我的错 完了 我记得你说 你的身体是自己痊愈啊 既然如此 让 你 其他 你 别管 叶先生 不要不要不要 求求这个问题 对 叶神医 求求你了 是我们错 我们不该回座父亲 说二伯 不求你 投缘一命的一样 可以对我爸爸吧 看来你还算孝顺的分子 这 这 服下他 保语性命不忧 都是叶先生 这家从今往后 顶父 叶神医 坐上帝 吴医师 你来我家做什么 少废话 叶成呢 他不在家 你们找他干什么 不在家 我看是畏罪潜逃了吧 什么意思啊 夏人员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老公叶成非法行 一害死了唐家的唐老 现在龙城剑天司 已经广发通缉令 全城追捕叶成归案 不可能 我和叶成认识这么久了 他根本不会医术 更别提非法行医了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夏如燕 你被他骗了 你以为他那些财产都是怎么来的 就凭他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这么快让你们住上这么好的别墅 这些都是他坑蒙拐骗得来的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识相的话 就把叶成交出来 博藏杀人犯给他重罪 你们难道想跟他一样进监狱吗 识相的话 就把叶成交出来 博藏杀人犯给他重罪 你们难道想跟他一样进监狱吗 不可能 我儿子就做不出来这种事 再说了 你们无凭无罪的 凭什么抓人呢 唐老颜司的弟弟就是龙城见天寺的司长 叶成杀人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简张如说你们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不过夏如燕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个机会 什么机会 签了这份转让协议 把云顶之巅的别墅 还有逆临的女主角 统统转让到我的名字 这样我可以考虑 放了叶成一门 不可能 这些都是叶成送给我女儿的 你们凭什么洽 你个死老太婆关你什么事 你不是一向都讨厌叶成 龙医师 你别太过分了 我就是过分了 你给不给 不给的话 叶成的下半半意思 可都要在牢里度过了 等等 我可以答应你 但这件事 必须得等到我见到叶成以后 才给钱 你耍我呢 叶成现在已经飞往国外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钱 我现在就把你们抓到仙天寺 胡说 住手 住手 你们这人要是想抓人 就先不我这一关 爸 你别冲动 胖肯定是有味儿来的 如言 自从你嫁到我们家 就没过几天好日子 爸爸老了 也不能帮你们什么了 今天 爸爸就算活了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你他们这帮人 把你们抓走 我现在是知道 叶成这个臭皮鸡 是从哪来的了 你 你们先走 我让他们 老公 真是 那我就不客气了 用他 别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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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你 别打你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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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气啊 永远 不得欠呀 快快点欠了 好 好 我 夏威夷 我就说过 我墨烟尸看上的东西 当晚都是我 光天化日竟敢瞧我业障的词 你们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日竟敢瞧我业障的东西 你们好大的胆子 月长 真的是你 放心吧 我回来了 你们别动我儿子 要抓 就先抓我 爸 不要担心 今天谁也带 我们到处找你 没想到你主动送上门来 正好 我今天把你们统统都收拾掉 一个都不留 也只有你敢打我 沐殷师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讨厌什么 动 可以 但动物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你真是羞张至极啊 你杀了人 现在还敢去捕 还敢行凶打人 你直接对面加起来 你们多掌心拔了 杀人去捕 我杀什么人呀 神老家老爷子 是吗 那睁大你个狗眼看看 谁来的 杀平阳 你好大的胆子 也是 这怎么可能 怎么 没有毒死我 你还挺遗憾的吧 不是吧 动物是跟我没有关系啊 不够 这么些年 你们一直在我的药里下毒 你 我不知道吗 不 没有个事 你们做的可是天衣无缝啊 要不是夜神医调查清楚 施救主 我恐怕已经见阎王了 二叔 爷爷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些年 你们联合其他家族 瓜分唐家的财产 爷爷早就知道了 爷爷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坦白 你们非但不珍惜 还使用下毒这种卑鄙的方法夺去 我自己是美女心脚 你饶了我这次吧 我饶了我 你饶了我哥哥 饶了我哥哥 这些事情啊 跟你二叔说 你们两个 竟然磨害自己的家人 家人是亲手不容 给我带走 饶命啊 叔 饶命啊 叔 还有你 你叫沐音师是吧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吗 凭什么 毒药不是我下的 这事跟我没关系 沐音师 先前唐老爷子中毒 毒药是你给他们提供的吗 唐司长已经派人去搜查了你的祝福 毒药全被找到了 我带走 叶成 我然后一定要让你夹过了我 沐小姐 你可省点力吧 我们这辈子估计很难再见了 叶成 你到底来这里干嘛 如燕 对不起 我感觉我之前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你们提心吊胆的 不过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会一直陪着你 直到生命结束 你不走了 你不是说一年以后就要离开吗 我不想考虑这么多了 多思无疑 我只知道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 想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你说真的 如燕 我们复婚吧 你就是这样复婚的 什么意思啊 复婚好歹也算是求婚 那有人站空着手求婚的 好歹也要有个信物吧 信物我准备好了 我要送你最好的 这不是叶成吗 你们怎么在这 叶成 这里是高端场所啊 你在这臭什么热闹 我带我老婆过来看看 有问题吗 怎么 难道 您想来竞拍苍蟲之类不成 没错 我打算买下苍蟲之类 送给无燕 叶成 你装叶好像有个头巴 你知道苍穹之类的价格多少吗 那起收价可是一千万的 一千万而已 我买得起 别再吹牛了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之前 在暮色酒馆 你只是仗着唐清柔 对你的青睐胡家胡吧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 你的那张 荣耀至尊黑卡 也是假的 只不过是和唐清柔 联合起来骗我的道具吧 是道具 待会你们就知道 如燕我们进去吧 不好意思先生 请出示你的邀请函 邀请函 邀请函 我没有 你连邀请函都没有 还想来参加拍卖会啊 叶成 真让人想到 不如这样 叶少 你在这给我跪下 学几些狗叫 我就可以帮你多美严谨 毕竟 我们蒋家 和主办方金家 和关系可是不错的 啊 原来这是金风举办的拍卖会 那这样就更好办 不就是邀请函吗 我虽然没有 也一样进去 就凭你 请问你是叶先生吗 我们家主请您进去 如燕 你进去 请问你是叶先生吗 我们家主请您进去 如燕 我们进去吧 叶成 你还吃牛的毛饼肉饭了 不要这样了 丽丽 我说送你仓庆之类的 自然是对心 不信吗 我对你说的美的一句话 都是这样 我记得真不小 叶成 我劝你还是脚踏实地的错 免得牛皮吹上天 吹死的是自己 老婆啊 这个只臭口 吵得死 我们别人 感谢各位来参加本次的拍卖会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 独一无二世界文明的苍群之类介� 起拍价 起拍价 一千万 价高者得 一千一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家中的长辈 已经把你定成奖家的儿媳 今天这场拍卖会呢 我一定会帮你抢到 苍群之类戒指 作为我们的结婚礼物 苍群 你对我真好 你会 我就是你的人 苍群啊 叶成 你不是疯啊 要拍下春秋之类送给你老了吗 怎么不敢出嫁呀 不急 让子弹先飞游 你可真能装呀 真希望 你不只是说说而已耍他嘴皮子 让他装吧 反正啊 这场拍卖会呢 晚上叫做 四千万 五千万 五千一百万 六千万 你这收益报价六千万 请问还有人继续报价吗 六千万第一次 六千万第二次 还有人要跟吗 没有的话 六千万第三 一个亿 周先生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一个亿 叶成 你疯了 我们哪有一个亿 叶成 这是龙城金匠拍卖为现场 知不知道乱排架后 你这是在找死 叶成 快把话说回去 过去还来得及 放心吧主页 我说过 我会把仓城之类买下来 送给你 不好 叶成 只不过是一个胡渣胡 所谓的废话 我办法 有人把万 我要向赠 是谁在靠 承承承承的 有命了 陆经理 陆经理啊 这个人他故意等了 特意残降 把六千万的降格 随口货成功 我看 您还是帮你把它送出去 这位先生 虽说在我门拍卖场 会自由加价 不过你这样加价 确实让人欢迎 如果不能出示资产证理的话 我就只能把你请出去 不就是燕资吗 我给你 这 这是全球赤尊龙要黑卡 叶成 这制作预卡 我只在电视里面见 出示里面从至少十个亿 因那来那么多钱 不要不打听 我是叶成的前女友 她是什么让我最清楚了 她就是一个彻逃彻舞的穷雕丫子而已 根本不可能拥有制作黑卡 说得对 这一点啊 我可以整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张卡 龙手 只有比我唐星首付艺人持有 他的这张卡 绝对是假的 谁说一定是假的 万一 是他柳长青送的呢 放屁 刘首付 这样位高权重的人 凭什么给你送这么贵重的物品 哼 这张卡 分明就是你偷来的 叶成 你可真让人恶心啊 你吃晚饭就罢了 你还偷东西 我告诉你 你以后别算证实 来人 把人给我带出去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位朋友 劝你不要自找一项 乖乖配合 接受调查 我要是不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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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叶先生木手 我操我那个胆子 金老 您来了 这小子恶意财相 扰乱拍卖现场秩序 您还是敢干嘛抓起来 小家傻子 我们金家如何做事 他能不到你来教 嗯 叶先生 基本上说第一母帮 你现在才能来教 没关系 我刚好带我老婆来进去室里 叶先生不说上他 对了 您是 这笔借给了 是 我打算把他拍下 送给我老婆 既然叶先生中外 那我就将叶先生之类 送给叶先生 他 金老 他都是一个示娃犯的罪 他凭什么 不哭 我跟你叶先生讲话了 有你说话的分吗 少爷 你们奖家的盲城 有二楼世家而已 别敢质疑我的确定 就算你爷爷来了 也没有资格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我给你十秒 立刻收拾在我眼前 奖盛北赫 不要你贴笑 老子知道 奖盛 奖盛 你还找我干嘛 你去找叶成 奖盛 没有关系的 没有藏学之类 真的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之前你为了钱 就可以抛弃叶成 以后你就可以为了钱 抛弃我 奖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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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报复我 为什么要正对我 为什么一次一次的 插上我的生活 三分四次的 阻拦我的幸福啊 我没有阻挠你的幸福 只是 当初你因为金钱和名利 抛弃感情给别人当花瓶的时候 你就早该想到 会被别人一脚踢 袁小姐 你冷静一点 感情的事 不是你那么勉强 你给我闭嘴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 可偏偏你却得到了幸福 凭什么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的手段 比刀剑还很多 你这个人是 弄过了没 你让人打我 天类 我以前因为四年的感情 不想跟你一般计较 但我不希望有一只苍蝇 一直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这样会让我觉得恶心 不要让我的大 不当成你不要脸的资本 太子您找我 我想和你进行一次秘密的合作 太子 您恐怕还不知道 贾麦已经和我三方面分手了 所以现在以我的身份 我不知道怎么样和您这样的大人物进行合作呢 哈哈哈 我知道田小姐对蒋白的事情耿耿于怀 不是这样 只要你能帮我做好这件事情 我会亲自替你去向蒋佳佳提亲 而且事成之后 我还会给你两千万除牢 就当做是你嫁入豪门的嫁 真的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事成之后 我会再给你另外一件 太子 谁要我做什么呢 我要让你瞎毒 这 实不相瞒 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 很多人都不合适 只有像田小姐这样特殊身份的人 才最有机会 在夜城身边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她下药 太子这万一毒死的人怎么办呀 放心 佳小姐 这个药毒性不大 只会让人筋骨酸软 全身没有半坦力气而已 佳小姐 你想想 你和夜城在一起这么久 她给过你什么 现在夜城有钱了 凭什么好处都让别的女人占 好夜城 这些都是你的责怪票 你把我叫来这里 做什么 夜城 我要离开了 离开 去哪 去哪 哪里能容得下我 我就去哪 其实你不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加入航门 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女人最好的贵族 有的时候 平平淡淡才是这样 这句话 对现在的我来说 原来真像是一种嘲讽啊 我当时为了金钱铭利 不顾你的苦苦挽留 毅然居然上了蒋少的车 而现在 我一无所有 你功成名就 这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 对了 你最近啊 身处风口浪尖 很多生眼睛都盯着你 你要处处小心 还有 你的老婆夏如烟 你也要有地方这儿 放心吧 我会的 来吧 在我连行之前 就以茶代酒 然后喝一杯吧 好 那就祝你一路睡风 你在茶里忘了什么 叶成 有人呀 花两千万要买你的命 多亏了你呀 我才有机会 对 进入到这圣流阶子 谁让他去不肯的 当然是我了 叶先生 没想到吧 最终 你还是落在了我的手心 余总 您要求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 那剩下的一千万 您什么时候给我呀 什么一千万 他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有命 会拿到两千万吧 等我解决了叶长 你这个知道我秘密的人 就陪他一起下黄泉吧 余总 那一千万我不要了 我现在消失好吗 臭飘子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调节 叶先生 没想到吧 你刚才喝的这杯茶里 摻了特制的服水 他足以放映你的行动 让你变成一个废人 现在我要想杀你 简直就是轻而易去 余星伦 你似乎并没有把我对你的中国放在心里 你这是在仇死 叶长 你别以为自己会的是三脚猫的修为 你就不得了了 我告诉我余星伦 是堂堂的地下世界太子 我想要弄死你 有一万种方法 不过我会给你一个体面的思法 你现在把唐青柔那个贱人叫来 让他好好死 不是把我伺候爽了 或许我可以考虑饶了你这条狗命 否则的话 我会把你慢慢折磨至死 让你体会一下 什么叫真的的吃死瘋 你觉得可能吗 既然叶先生这么不怕死的话 那我就只好成全你 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轻而易举的死去 我要把你慢慢折磨至死 我现在先废 你以为凭这几个人就可以把我拿下吗 不可能 刚才明明已经喝了茶水的 天人一开始 因为我喝茶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把茶水喝下来 你的浮水对我不管用 叶长 你果然有几分本事 不过 你现在恢复了 又怎么样 我的人 可已经把这里全部包围了 哈哈哈哈 你说的是埋伏在茶水外面那几个拿手 你不妨叫他们进来试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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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进不来了 好轻柔 你敢逗啊 你就不害怕 什么呢 他老爷子 我爷爷已经说了 上次祖母 已经算对得起我们两家组上的交情 这次你才敢没被作为 那就是自作自射 这一定不是你爷爷的意思 你爷爷叫来 你让他 不用了 我爷爷已经不再是唐家家主 唐今往后 我唐清柔才是唐门之主 唐门大小事宜 全都听了 是 叶长 于金龙的手下 已经全都被制服了 接下来怎么办 此人心胸狭窄 犹如蛇蝎 游到任何人 也成了 叶长 我可是地下世界的太子 你不能杀我 你放了我 查你放了我 我愿意把我的财产 全部捐献给你 一碗财富 香车美女 那都是你的 那些脏东 叶长不稀罕 想要烧死 我再给你 瑞与小人 找死 叶长 这人怎么办 叶长 这人饶了我吧 我是为她蛊惑的 这就饶了我 你今日就饶了你 赶快给我滚 琴弦断裂 难道说金龙死了 叶辰 你果真不简单 看来 我必须亲自了解你了 谢谢 别玩了 啊 你到底是谁 快放开我 放心吧叶小姐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只不过叶真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每次停下 叶真身上怎么会有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你 我们确实没有见过 不过见过我的人都已经死了 但我们也并非没有交进 一年前我去医院找过叶成 你还记得你是那个红衣人 没错 你去医院干什么 叶家有一块祖传的红衣 你应该知道吧 那你知道红衣的作用吗 他里面暗藏着超越凡人的力量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他不仅可以助我突破东西武尽 还可以达到传说中的神人天气 叶小姐 这下知道我为什么防你做人质了吧 九七岁 请你我二人缘 和我下任务关 放开他 叶成 你前往红衣断我传承 他想让我放了他 没那么简单 想怎样 想要放了他很简单 拿你的命 叶成 干什么 老人 你现在有点好一个药 你这是我要想 哦 做不了的 休闲 没想到 天地间 竟然有魔族之人 纯士 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 一群与长大约暗角落的卑鄙之人 知道又有何难 将神弄鬼 天子 是个女人 叶辰 你真让我惊喜 想不到你的体内 还有一位这样实力强大的灵魂体 看来今天我是杀不了你了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能解开血液的秘密 我们魔族反而要感谢你 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生命 当然 全体是你能熬得过我魔族的考验 叶辰 把命留好 我们会再见的 站住 这就是谁 给我说清楚 好痛 这是在哪 我已经死了吗 小家伙 恭喜你啊 我竟没想到你们叶家的精血 竟然是打开血液的唯一钥匙 血液 钥匙 没错 之前你透支生命换来书写 现在只剩一年 送你 现在血液的能量 已经打开了 它能延续生命 解除限制 也就是说 我不用很快就死了 不要高兴的太子 你还需要努力修炼 魔族的人 早晚也会发现这个秘密 到时候 你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我明白 多谢大师 儿子 你终于醒了 爸 这是哪 这是医院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昏迷很久了 你把爸爸担心死了 如烟啊 他是不是被江兵带走了 你是不是忘了 江兵早都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 这一些不是梦 爸爸 谢谢 老婆 对不起 你就不能长点心 每次都要我们为你担心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如烟 我之前 以前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我只知道我是你老婆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你们一起走下去 好了 你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以后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什么事 结婚 嗯 好养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养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